很多人錄影可能會想說帳篷會不會有一個人收 那家王737這頁帳篷真的可以 因為他的高度170 算一個人非常好收的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次一個範疑 然後第一個在收內盪之前 通風口 一定要保持通風 裡面的蓋部不能通起來 然後這裡開始折 往進來折 這個寬度我們就是抓 就是我們日後要收的外帶寬度 所以一個人就這樣走進來 外帶寬度 好這則第二次過來 剛好就是我們日後外帶的寬度 我要收一下外帶的寬度 就是日後要收進去這一件 外帶的寬度 好OK 然後現在 停速 讓我們可以先對半 好 好 這就是封口 盛排中的氣泡在那邊 好 你注意 可以放進去 讓我們滾帶 好 開始捲 空氣自然排掉 尾巴 跟空氣 做反折 所以在流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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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可以 好 才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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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带 再靠 好,射我們的外帳 外帳門員收著的話 先找出帳篷的領關 下面就是我們的封口 下面就是我們的封口區塊 把底端抓整齊 好,很明顯找到的封口 往內 也是一樣 外帶很寬 好 反向 所以我們怎樣 封口封口 可以一個人 輕鬆 輕鬆的收納 好,一樣抓外帶很寬 封口 排氣 對 腿咖 做反折的動作 好 外帳 放在上方 對象在營地 幫你 勢起來 你也可以一個人 輕鬆 收納 家王的737帳 好,收納完成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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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